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人真是挺弹窗的 对你总是忽冷忽热 而且对很多事都很强硬 就是我包子 其实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强 他也有罪我的意义 原来 你曾听我说话呢 还不光是让沈山妈还在天里 不想再留意自己的解决 对不起 你太错了 你太错了 没事 谢谢你能听过 是我们的所有人 詞曲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我就送个客人到KTV门口 接个人就走不停车 都像你这么说 都说不停不停 都停这堵死了 那别人怎么走啊 那我到KTV门口接个人 我要方便是不是 不停车 不停车 没有位置 真的不停车是吗 不行 我到KTV门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是怕的 没错 对 如果不叶好的 不叶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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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你今晚想打电话的那个人不是我 但是我很庆幸 听到了你的心里话 好好睡吧 晚安 我说的嘛 晚上 注册在公司你要干吗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 但是我厚 젊 昨天晚上你肯定过来接我 发生了什么误会 我没许见你 你不是发微信了吗 我临时有事 所以我叫同搜 我不管你去和什么去 让你听我爸话说的 昨天我们同学去和我和朋友 我给你发了一个微信 然后后来我打电话 打错电话了 你不用跟我解释 不需要的 下班的时间离开这家公司 你该干吗干吗 你是自由的 但是我告诉你 现在是在公司里面 你不要影响我的工作 我也希望你自己 能把自己的心思 放在你的实验室上 还有 一身的救期 麻烦离我远一点 这一刻我突然想起了 早上约子谦跟我说的话 你不就是去过会吗 是不是要翻天啊 是的 我感觉天已经 你回来去哪儿了 后来就我们哥也喝多了 你为什么一开始就要撒谎 你为什么还在撒谎呢 我一句话都不想听 昨天我们同学聚会 喝得有点尽兴 然后我喝多了 中间我想出去透露信的时候 我就想想念了 我想给你们打个电话 不是后来我也奇了怪 这个电话怎么就 我怎么就拨到白衣裳那儿去了 我像一个傻子一样 跟他说了一堆 后来电话挂了 我回到了房间之后 我给你发了微信 再之后我真的喝多了 我什么都不记得 你们男人在对待女人这件事情 是没有一句真话 我真的不想听了 什么叫一句实话都没有 你看 电话是不是都挨着的 这联系挺频繁啊 每天这么多个电话 这么长时间你说了什么 你不相信我 你们俩一起回去了对吗 他送我到家他就走了呀 谢谢你跟我解释 但是我不是我们俩的 为什么呀 为什么 如果你跟白明年没有什么事的话 你为什么一开始就要撒谎 为什么骗我